我們要討論的前提 我再把它寫下來 就是說我們從這兩個條件 從這個comitator 還有從這個harmintonian 我們得到怎麼樣 我們得到10 跟破函數 跟它對應的破函數 但我們現在還不曉得 破函數是什麼 我們前面已經導過 從這兩個條件 我們得到激態 激態能量是1H2 當然這些定義 我就不用再講了 照我們以前的順序 我們得到I跟Energy以後 我們得到什麼 我們下一步要得到它的破函數 對不對 那我們看我們怎麼樣 我們不用解析 我們也可以得到破函數 我們來看怎麼樣得到 我們知道U0的條件是什麼 U0的條件是A 對不對 就是激態能量的話 就是你 弱鱗的plastic 作用到它的時候 再沒有其他狀態 然後我們把A 我們把A這個算符 我們把它帶進來 我們要得到 對不對 我們把那個A的算符帶進來 就是說這個函數要滿足這個 有沒有問題 然後我們把這個式子 我們把這個乘上 我們把它乘上這個 把這個式子 把這個乘上 乘上這個 然後我們就得到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我們把P的算符 把它動量的算符帶進來 這個跟這個消掉 對不對 Om 沒有錯 就這個消掉這個分母 然後我們把P的算符帶進來 不過因為這是X 所以我們把它換成那個D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時間 那個破案式沒有時間 沒有什麼問題 怎麼樣 有沒有說那個分子 是Mμ嗎 對 μμ 因為我以前的筆記都用M 然後換過來就換錯掉了 還有沒有問題 沒有 對 是IH bar 如果是X 等一下 負了IH bar 對 還有沒有問題 沒有 是IH bar 然後你可以換個負的IH bar 這樣還有沒有問題 沒有 然後我們看 這I跟I消掉 所以把它擦掉了 對不對 這I跟I消掉 然後這表示說 表示說 好 我們把那個 再除以一個X 對不對 我們再除以 除以X 它這邊 然後X就搬到這邊來了 對不對 對 好 然後我們這個就可以得到 好 你們看是不是這樣子 你知道 DX平方是什麼 DX平方就是兩倍的X乘到DX 所以就是這個 所以就是這個 對 那這邊 這邊像把它搬到右邊去 對不對 然後我們看下一部怎麼寫 下一部該怎麼寫 會不會寫 我們把幽靈搬到這邊來 有沒有問題 所以我就直接寫過來了 喔 誰在這邊好了 所以說這個幽靈 是不是像 我們把幽靈 你知道這個圍文是什麼 這個圍文可以換成什麼 換成對數嘛 這圍文是對數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得到 OK 有沒有問題 我們就得到這個結論 變成什麼樣 好 那最後我們 我們有了這個答案 這是常數嘛 對不對 這是常數 所以我們就得到什麼結論 我們就得到那個漏耳 好 所以我們就 這是積分然後加上一個積分常數 怎麼樣 蛤 這個 這樣會有沒有 OK 同學還有沒有問題沒有 這應該都會吧 好 那我們得到這個結論以後 這個結論告訴我們什麼結果 告訴我們說幽靈等於多少 等於指示函數對不對 指示函數 對不對 負的 然後再乘上什麼樣 是這樣子 那這個呢 這是常數嘛 所以這是什麼 我把它寫成另外一個常數了 所以變成這樣 對 對 那你再呼吸一下 這跟我們前面所得到的結果一不一樣 一樣 一樣的 對 我們以前不是解那個虛擬的虛擬嗎 我們解虛擬的虛擬的虛擬嗎 我們解虛擬的虛擬不是得到基態嗎 還記不記得 然後 然後 這是N等於0那個狀態 我都 那個我都 跟你們解過了嘛 對 那剩下這個 這個常數要怎麼得到 蛤 龜一化 對 龜一化 你龜一化就可以得到這個係數 那這個係數 這個常數的話 你再複習一下 我們前面那個講 前面 前面那一張 講簡學運動那一張 你查一下 當然你可以自己再做幾分也可以 不過後面這一樣的話 就應該一樣 所以我講這邊自己要告訴你們 我們從 你看 我們 從這個前提 從這個前提到這裡 我們有沒有解 你取得 正確的虧選 沒有 這也就是 這也就是我在跟你們強調的 在跟你們強調的 我們從這兩個條件 這是針對特別物理系統來講的 我們有這兩個條件 我們就得到怎麼樣 就得到這個結論 得到那個 基態能量 還有怎麼樣 還有它的扣函數 這樣會嗎 那我這邊再告訴你們 就在跟你們強調就是說 我們解個量子物理問題 所以 你第一個 你可以解析了 danger equation 第二個 你可以用 從算輔的commitator 你也可以得到相同結論 這樣清楚嗎 我們還有第三個 第三個就用矩陣 矩陣那 我們現在還沒有講 那以後我們會談到 所以 那我先跟你們講 就是說 量子物理問題 有三種方式 一種是解析的 第二種是從那個算輔 算輔的commitator 所以我一直在跟你們強調 那個commitator的重要性在這裡 這樣清楚嗎 那第三種是用矩陣來解的 那以後我們再講 那我們基態能量的 能量跟破環知道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知道其他的啦 就可以其他其他狀態啦 那我們再 再複習一下我們 星期二上課最後 最後我寫的 我給你們推導一個公式 然後 我要你們 自己算另外一個 還記不記得 我再把它寫下來 這是我們在 星期二第二節課 我跟你們最後得到的結論 那 這個我有跟你們推導過啦 那另外一個 我不是叫你們自己可以怎麼樣 你們可以自己照相同的方式推導嗎 那我就把U0 我照這個順序 我們從這個條件 我們得到這個 對 得到這個 這基態的 基態的能量跟基態破環數 那我跟你們講 這係數 這係數就是以前我們算過的 就規一化就得到係數 然後從這個 我們再利用這個式子 我們再利用這個式子 就可以得到怎麼樣 可以得到所有狀態 這樣會嗎 例如說我們做幾個看一看 我們如果這是N換成0的話 我們可以看 我們根據那個式子 我們來看變成什麼 你們跟我講答案 我們要從這個公式 現在N等於0是多少 N等於0 所以這是1 對 那這邊呢 變成U1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再看 我們再做一次等於是A 對不對 好 然後再一次 得到什麼 得到這個 我們把這個帶進來 帶到這邊來 所以是A的 第一個 然後 根號 2 然後 根號 2 根號 3 U3 對 其實我們這邊可以補上一個根號1 這可以寫成根號2 1 對 那這邊就變成根號1 1 就是一樣的 從到這一步你們會不會歸納 U N 會不會歸納 會不會歸納 會了 根號 根號N階層 然後 U 怎麼樣 會了沒有 對 階層 對 沒有錯 有嗎 123 一路下去 123 456 N的階層 對不對 N的階層 然後開根號 那 現在呢 這已知的 這已經知道了對不對 這算回已知的 會了沒有 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所有的什麼 可以得到所有的波凡數 這樣會了嗎 那能量呢 能量我們已經 能量 能量是什麼 能量是從 從 從多分之一 對不對 能夠一直往上升嘛 升個N次 對不對 所以這等於是 H bar 所以跟我們以前的結果是完全一樣 這樣會了嗎 所以我 所以我們從這個前提 我們從這個前提 我們這個前提 我們得到 得到 Igon function 還Igon value 我們都全部怎麼樣 都全部得到 OK 這樣這樣會了嗎 那下一步我們要做的就是 Othogonality 就是 Othogonality 我們在以前在講那個 減學運動的時候 我們沒有確實 我們沒有真正的去做積分 但 我們可以用另一個方式來解那個 來知道它 Othogonality OK 就是我們從 從 commitator relation 我們也可以得到 Othogonality 我們做看看 我們來看看這是 這是什麼樣子 OK 那我們把 UM UM在那邊 對不對 我們就這樣寫好了 是不是這樣子 OK 就是我們那個 Othogonality 把那個 右邊那個 把它帶進來 所以我們就得到 然後 然後 A 是不是這樣子 那我們利用 那個 Hermitio Jones的公式 我們知道 這個 我們先把那個 這個常數項把它提出來 對不對 這是係數嘛 然後再 是不是這樣子 有問題 那我們把其中一個 把其中一個 A對一個 弄到中間去 這等於4 那知道 這樣想不想 這樣 這樣 這是什麼意思 我把它寫在這邊 就是 A的 是不是可以寫成這樣子 是不是可以寫成這樣子 可以寫成這樣子 可以寫成這樣子 M次方法 對不對 所以變成 E然後加上 M減一次方法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那我們現在 把這個 當作一個函數 然後這個 OK 是不是這樣子 OK 然後用 Hermitio Jones 變成這樣 是不是這樣子 我看你們 我看你們好像 有沒有 有沒有問題 Hermitio Jones 定義是這樣子 我再把以前 以前的寫下來 以前是這樣子 Hermitio Jones 怎麼定義的 還是不是呢 好 那這個呢 這個 方掛斧就是這個 這樣會的嗎 OK 好 那我們看 那我們知道 A第一個 再第一個 再第一個 等於多少 等於它本身 好 因為 所以我就把這個 怎麼樣 擦掉了 有沒有問題 好 那以此列推 我們再怎麼樣 再擺一個換過來 我們可以一組換幾次 我們再換一次的話 就變成是m-2 那這邊變成平方了 會不會 那全部都可以怎麼樣 都可以換過來 所以這邊變成什麼 這邊變成沒有 好 那最後我們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式子 把它重新 我們就可以寫成這樣子 好 我們最後得到這個結論 OK 好 那底下我們先討論那個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就要談談 它的osogonality 那我們現在先 我們先討論這個情形 我們先討論m 是m比m大 那我們現在把它改成那個 所以我們就用那個 用那個 De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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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notation 所以我們就得到這 對不對 我們把它解開來 就是a有m個 然後a的一個有m個 你們知道 好 這是呢 用Delog Rotation 就表示這個 一樣 那我們現在把這兩 把這一對 我們把這一對 我們把這一對 互換 怎麼互換 把它對調 對調的話 差多少 我們再講 我們再複習一下 基本上等多少 我們再複習一下 對 是等於1 其實 嚴格來講 應該是單位算符 嚴格來講 應該是單位算符 不要忘了 這多算符 我們就用數目1來表示 不要忘了這是算符 那這告訴我們說 我們這算是 a在前頭 a第一個叫後頭 所以告訴我們這個等於多少 所以我們就變成什麼 我們把這個帶進來 對不對 對 到這部分有沒有問題 那我現在把 現在變成有兩項了 現在變成有兩項 一項是這個 那個 我這個係數沒有寫 你可以把這個係數再 這個是這個 對不起 我漏掉這個係數 您自己填上去就好了 在這裡 那這個是 這個是這個 我把全部寫出來好了 左邊m 從這邊的 在這裡 這樣知道 我們這是這個 然後等於這個 然後把它加進去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1 1 1在這裡 這邊就m-1 對不對 這邊是m-1 那這是1 所以是m-1 這是m-1 對不對 上下兩項 對對 所以都是這一項 原先是一項 現在變成兩項 這邊有兩項 這是第一項 這是第二項 對對 對對 對 對 那這部也沒問題 那下一步呢 我們再怎麼樣 這個再怎麼樣 再換一次 再換一次 這樣會嗎 我們這個再換一次 那換一次以後呢 又會跑出這個箱出來 對不對 跑出這個箱 所以還會這個再加1 所以跟這個怎麼樣 跟這個一樣的 所以我們再換一次後 這邊變成兩倍 然後這邊換到這邊來 或者我再追 我再寫一次好了 這是第一項第二項 第二項我們先不要管 第一項 第一項再換一次 原先是 那A我就寫成A 我就這樣寫就可以了 A的m加1次方 然後再過去 過去還有A 然後再A n-2次方 對不對 那再加上原先的 底下那個是 A的m-1次方 這一項就是這個 這一項 這是A的m-1次方 這m-1次方 這邊呢 是多少 A的 這一項 這是A第一項的m-1次方 所以我們剪寫什麼 然後這邊呢 這兩個再怎麼樣 再用這個換 再用這個換 再對調 再對調 我把它圈起來好了 對不對 我們再看一次 看一次 我畫一個圈圈嘛 這A的在左邊 這個圈圈對不對 那圈圈用這個再換 再換一次 再用這個帶進去 所以就得到這個 對不對 那得到這個 我們再看 這等於 第一項等於什麼 第一項等於 U0然後A 那再加上 再加上1的那一項 再加上1的那一項 是不是這樣子 這一項就變成這兩項 那這個是這個 這樣對不對 那我們看 這邊是A第一項 這邊是N-2 所以這一項 乘上這一項變成多少 對 所以跟這一項 跟這一項怎麼樣 跟這一項一樣 跟這一項一樣 所以我就把這一項 把這一項擦掉 那這樣顯然2的 對不對 我們每換一次 就怎麼樣 每換一次就增加這一項 我們現在換第二次 就要增加這一項 就變成2 那我如果再換一次呢 我如果這兩個再換呢 變成怎麼樣 這邊變成3 這樣會嗎 對 所以總共要換幾次 才可以把這個 把這個搬到最右邊去 對 要換N次 這樣會嗎 所以我就直接把結果寫出來了 所以最後結果變成這樣 對不起 那個係數你們自己添上去 這個係數你們自己添上去 那這邊就變成是這個 等於是U0 然後A的M-1次方 然後A的 第二個 然後再 對不對 就是我們把那個A號 一直換到最後面去 等一下 我看應該 這是A的 到最部有沒有問題 那我們知道這一項等了多少 這一項啊 應該知道啊 這等什麼 對啊 因為它也是基態嘛 它基態 所以基態 能不能再下降了 不能再下降了 所以是0 OK了嗎 所以我把上面這一項去掉 擦掉了 有沒有問題 OK 所以把這樣擦掉 好 然後下一步 我們這個再換 這個再對調一次 會得到什麼結論 我們 你看我們從這一步到這一步 這邊原先是M 這邊原先是N 那現在變成M-1 N-1 然後下一步呢 我們再做一次 會不會變 會有什麼現象 N 然後多少 N-1 然後再怎麼樣 這係數對不對 那我們再換一次 是不是 然後一路換下去 最後會換到什麼結果 我們如果一路換下去 最後會得到什麼結果 對 變成M階層 然後怎麼樣 這邊就沒有了 但這還在 因為M比M大 我剛寫在這裡 這樣會了嗎 所以我們就得到 N階層 對不對 N階層 然後U0 然後A 然後怎麼樣 M-N 然後U0 這樣會了嗎 這N階層 這邊有一個N階層 所以這個可以跟它怎麼樣 可以消掉 不過我們這樣寫也沒關係 這樣會了嗎 其實我們已經可以看到結論了 你們可以看到結論 M大於N 如果M不等於N的話 對不對 一定有A乘上它 所以一定怎麼樣 一定是0 除非怎麼樣 除非M等於N M如果等於N的話 對不對 這項變成0次方法 就沒有了 你們大概知道 知道osorganity 那我們現在是從那個 M大於N來證明 當然我們也需要做 結果N 就倒過來 M小於N 這證明有兩種 其實一個是 你可以用那個怎麼樣 還記憶得我們曾經講過 它是它的公共負數 還繼續呢 我們曾經證明過 這是它的公共負數 你可以 你從這裡可以證明 就是說如果M 如果N大於M的話 N大於M就是把這N跟M對掉 如果M小於N的話 我們現在M大於N 對不對 就是M小於N的話 它是等於它 對不對 那就變成左邊的大於怎麼樣 左邊的大於右邊的話 那我們再用這個公式 把MN對掉就可以了 那也可以證明怎麼樣 也可以證明如果兩個不相等的話也是0 或者你也可以照我們剛剛的步驟 照我們剛剛的步驟 把那個 這次要往哪邊 如果M小於N的話 我們剛剛是 剛剛是從這邊A往一直往右邊掉 對不對 如果倒過來的話 應該怎麼往哪邊掉 往左邊 我們下一次再講好了 OK OK OK